孟晚舟被捕后,苹果公司在中国经营又一难题,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,在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之后,有中国公司鼓励人工购买华为的手机。 这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遭遇。新的难题图为2018年9月21日,英国伦敦的一家苹果商店展示iPhone、XS Max和iPhone XS手机Jack Taylor,在美洲贸易战开打之后,在中国接营,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许多外资企业,受到影响现有消息传出。 在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,于加拿大被捕之后,苹果在中国的经营,又遇到另一个难题。 据日经亚洲评论Nicke Asian Review,报道在孟晚舟被逮捕之后,有越来越多中国公司鼓励人工购买华为的手机,以表达对该公司的支持。 很多中国公司告诉员工说,如果他们购买华为的手机,来帮助该公司,他们可以获得补助。 大多数公司为员工提供手机售价10%至20%的补贴,有些甚至全额补贴有超过20家。 中国公司也经由社交媒体,宣布,他们将增加购买华为的产品,而一名地方官员声称,全国有几百家公司,正在进行这项支持华为的活动。 雅虎财经网站报道说,就某种程度而言,华为的手机对苹果的iPhone销售构成威胁市场研究机构IDC的资料显示,华为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,从2016年的16.4%成长至2017年的20.4%。 相较之下,苹果的占有率,则在同期从9.6%减少至9.3%,为了因英华为既有的挑战,与孟晚舟事件衍生的新难题。 苹果除了在短期推出iPhone XS和iPhone X2等新产品的促销活动之外,该公司成功的最佳机会,应该是确保其开发的产品,能让消费者愿意以高价购买。 然而由于华为被指控,与中共军方有关系,而且涉嫌利用其产品搜集情报,有越来越多国家宣布禁用该公司产品。 该公司,现在所面临的经营问题,恐怕会比苹果的难题还棘手。